茶艺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文素养 启发良知良人之至善 向下扎根高中端的茶艺教学经验分享 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方向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建平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同时具备茶艺 花艺 香艺的专业 也是仪林中学观光科 茶艺美学这个科目的授课老师 曾静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带领我们来探讨今天的主题 我们先热烈来欢迎曾静香老师 专老师好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我认识曾老师一段时间 本来在学习 然后也在教茶艺 特别是在成人的茶艺我就很熟悉了 我慢慢发现说曾老师也在国小 在高中里面做任教 我们今天想要锁定在高中的一个茶艺的一个教学上面 那是不是曾老师一开始来帮我们简单的来谈一谈说 在高中在带茶艺课 特别是您是带的是观光科 它是一个正规的教育的课程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期待 或者是说跟我们承认的一个茶艺教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是 一般来说我们知道说观光科呢 希望让孩子们多一点开拓他的视野 了解说现在目前当下除了他们的这种观光的食物以外 把茶这个部分也带入 到底茶的产业 茶的文化是怎么样的情形 也让孩子有一个了解 那么也希望说 藉由一个茶这样的一个课程 让孩子他可以再稍微能够再静心一点 对他的心性再收敛一点 然后让他有不同的一个规划 那今天我们把它定位在一些今日分享 那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正规课程 正规课程就是说它不是一般的一些社团 就好像就是有兴趣去感受一下 它必须要完整甚至要打成绩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 那接下来是不是透过同一片方式 很多照片把这个过程都记录下来 那是不是请曾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些详细的解说 好的 谢谢 我最先开始会询问孩子们 到底对于茶的想法是什么 对他了解吗 那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是不了解的 那家里面有没有接触茶这个区块呢 其实有 但是他们自己的参与度却是比较少的 那问他们为什么 他们认为说 茶这个东西好像对他们来讲 那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 才会去接触的 怎么会跟像这种这么年轻的孩子 为什么要去学习茶艺 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学校这边呢 就是希望说让孩子说 我们让你有不一样的视野 去看看说 我除了你认为说茶他只是一个年纪大的人去泡以外 那么年轻人像这么年轻的孩子 他能够有什么表现 他可以学习到什么 从中学到什么东西 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规划里面 我希望孩子们可以从中学到 他怎么样把茶融入他的生活 那么这个生活是跟他的艺术 跟他的美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那他是一个我们东方的一个很 很特有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他 我希望孩子是可以达到这个点上 那像照片上的这个孩子 我们说嘛 我会把花艺也带入到这个茶席里面 让孩子学习 我去擦擦花 我去跟花对话 那基本上孩子在这些过程里面 我们不会有过多的去干预他 因为我认为太多的干预会限制他的想法 所以重点是让他觉得他很愉快 然后他可以去学习配色 那么这个孩子你看看他就很开心 你看着他的脸他觉得很开心 然后他会在他的耳朵上争一朵花 我说以前的古时候的文人 男师他也会沾花的 这样所以他很高 他们就玩得很开心 看看他的表情 这个课程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就不会那么的排斥 最先是我让他们去喜欢 然后他觉得这好像蛮有趣的 先用这种方式带领他们去进入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样他包括一席上他擦了花以后 他自己必须把他的茶食好好的把它装置好 然后他才开始吃茶食 像这个小女生也是 他会把他做一个配色 他喜欢的 那么除了说美的部分 我也会训练他们怎么样去学会泡茶 怎么样泡好一道茶汤 那么你该有的一个行茶的一个规范里面 你要注意到什么 像他们我就会让他们好好的说 你该有的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 为了是支撑你的自己的平衡 或者是什么都会一一跟他们做一个介绍 然后这个当下 其实你说高中的孩子 他真的定性还是没有那么的高 那怎么样去驱使他们能够稍微再静下来一点 那这当中就要讲也许是有趣的事情 去吸引他的注意 这样 每个孩子然后他们会觉得说 他们泡茶给他们同侪的时候 同侪能够给他们怎么样的回馈 然后除了泡茶之外呢 像这个我就是让他们打打抹茶 因为这堂课的时候我会 我会讲到绿茶系 那么绿茶的部分 我还让他们打一下抹茶 让他们玩玩看 很简易的抹茶是怎么回事 不然他们说 抹茶是什么东西 他们是不是跟他们吃冰淇淋的时候 那个粉是一样的 所以有给他们呈现 让他们也自己打抹茶 这样子一个体验 是 然后这是他们就是在课堂当中呢 怎么样跟同学去互动 然后泡一壶好的茶汤给同学喝 这样 是 怎么学习一个直呼手 怎么当旁边的茶侣 然后怎么去平茶 怎么去冲泡一个好的茶汤 那在这当中 其实 还有一点就是说 可以训练孩子 他有点专注的感觉 其实他像他这样 在出茶汤的当下 他非常专注的在做一件事情 那当一个孩子 他能够静下来 专注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来讲 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像他们有这样的感觉 那像他们会觉得说 老师我在拿这个泡茶的时候 非常的烫的时候怎么办 一定要向我将 告诉他们的方式去直呼吗 我说 没有我们如果你真的是怕烫的话 我会跟他们讲说 你就是捏住那个鼻子 我把那个虎钮捏住鼻子 然后去做一个泡茶的动作 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孩子们的专注力 那么可以从 有的孩子呢 他可能他的自信 是没有那么不足的 所以必须从中呢 去引发出说 其实他可以自己很有自信的 他可以泡出一道好的茶汤 跟同学分享 那么喝茶的这个同学呢 他也可以很开心的 去接受跟享用同学 泡给他的茶汤 这是男生的部分是 那对他们来说 如果说我们太过于让课程 让他们觉得一开始给他局限太多的时候 他会觉得那是不好玩的 对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 他的专注力 其实还是在自己的外表上居多 对还有或者是异性居多 那太多的给他们很强硬的规定 你非得怎么样的时候 除了他们容易抗拒之外 那还有一个点就是 他们会被限制住了 对 然后像这个是功科 功科的男生 他们没有泡过茶的男生 这样 然后就是 他们 希望说他们在 除了功科之外 譬如说他如果在做帮人家配盘好了 他在做自动控制这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透过这个 席上的解说跟他们讲说 我们把 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对待 看待自己以后的工作 或者是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有条理的 譬如说你要把线能够 把它理得整整齐齐的 然后 你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你的工作 对 所以他们在这个当中 我们希望他可以得到这样的 一个 一个启发 好 好 那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说 茶本来就 跟年轻人比较没办法画上等号 可是透过刚才的一个解说里面 似乎年轻人也喜欢茶 那当然可能是老师带得特别好 那这边好像有向下扎根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那一开始在接触茶的时候 老师有没有特别的一个什么想法 或者是说 对完全没有接触过茶的人 有怎么样的一个启发 然后把他带进到这个茶艺的一个美好里面去 对 刚开始的时候 我孩子们都说 我会询问他们喜欢 好他们喜欢 如果喜欢茶的话 他们会喝茶吗 问他们喜欢喝什么茶 他一定跟你讲 他喜欢罐装饮料 他喜欢罐装饮料 或者是手摇茶罐装饮料 我就会问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喜欢这样的 除了方便以外还有别的吗 他说因为不苦又不色 那我是跟他们建议说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经由你自己的手 我们的学习来让自己泡出一道不苦又不色的茶汤 让你自己喜欢的 或者是他们认为说 老师我泡出来的茶汤 我如果我都喜欢喝有糖的怎么办 我说那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如果没有糖的这样的饮料 这样的茶 你泡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 由你自己来决定 那他们就会有兴趣想去尝试说 经由他泡出来的茶汤 是不是可以表现出他所想要的东西来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发现说你必须要静得下来 比如说我们在行茶的过程中 试茶的过程中 也许要特别去注意一些细节 比如说刚才有特别提到说 我们的虎其实也蛮烫的 那怎么去拿捏甚至双手 那这个去注水的时候 然后出汤的时候 都要很特别的一个沉浸下来 那特别去感受那个色香味的一个茶汤的时候 那这个过程中也许许会专注的一个呈现 那这个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 因为你们也知道说 尤其是女孩子 他们说他们很怕烫 那就要告诉他们说 我们怎么样去握这个壶 你怎么样去出汤 然后你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你才会容易出汤 而且那个热气不会烫伤你的手 包括说煮水器很烫 你要怎么样去拿这个注水 拿这个热水来注你的这个茶 这个壶 你才不会让自己受伤 包括说 这个席呢 你结束的时候呢 你必须把这些东西 物品怎么样的归位 我觉得这个都会列入在生活态度的一个向下 其实不是很单纯说 他只是学茶艺 他只是一个茶汤的一个表现而已 他还有说 我在这个茶汤 这个茶席用完的时候 泡完茶的时候 我必须要去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呢 我怎么 我刚开始泡茶的呈现是怎么样 那么我使用完后呢 我依然把它回归到原处 这个就是生活态度的一个表现嘛 就是等于是一个训练一样 是不是 那我知道说 这个一个两学份的课 要上整个学期 18次或者是20次的一个课程 那需要有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在里面 那老师也花很多时间 透过一些比如评鉴别的使用 或者是一些食物的一些认识 让我们来认识茶的知识 那接下来我们是回到头影片 让老师来帮我们做更多的解释 对 那除了说让他们知道说 怎么泡茶之外 还要教他们怎么评鉴 所以会用评鉴组的方式呢 让他们自己去操作感官平平的部分 由他们就是介绍完之后呢 学生你要学会操作 操作的这个情形大概是这样子 你们每个人必须要学会说 我怎么样去注水 我怎么样去出汤 那么出完汤之后 我必须的步骤是什么 我可能我看完茶汤之后 我要问一下 我今天泡的到底是怎么样的茶 我的香气的呈现是怎么样 那每个孩子就是一组一组 你们就去全部都要 要这样子一个操作 然后他们在这个当中呢 其实也会跟同学就是 同侪之间就会有互动嘛 就会交流 这样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每一款茶呢 它所表现的滋味香气 茶汤的颜色到 乃至于到最后面 它的夜底都不一样 然后呢 穿出来喝 评完以后在那边喝喝看 那么他们就会去思考 他到底喝了什么东西 然后会很仔细去看说 我今天到底是喝什么茶 它的夜底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在上评鉴课的时候 那因为评鉴完之后呢 因为学校部分呢 我们因为是正规的课程 所以还是会有考试的部分 就是除了学科考以外 还有数科的考试 所以像这种感官平平的东西 就会列入在数科的考试 所以讲到考试虽然很严肃 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一个 评鉴背的一个审评的过程中 在我们在看新闻 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们把台湾很多茶区 各地茶区的比赛茶 其实也用这样的方式 那透过老师在上课 大概也把一些时事 等于说正在发生的一些 比赛茶的一个现象 也带到各档里面去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实用化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认识之后 当然因为正规课程还是要考试 那考试就要 必须要学会怎么去冲泡它 怎么去操作它 甚至最重要的是要去辨识一些材料列别 当然我想可能还是设定在比较 差异性比较高一点的地方 那这个区块是不是请老师 来帮我们做一些补充 对 如果说 如果现在是要让他们考试的时候 最主要是让他们知道说 那个茶汤出来 你看了茶汤 你喝了茶 你要知道你喝进去的是什么茶 譬如我会把绿茶跟红茶放在一起 那你就会非常的明显 绿茶 红茶这个区别就非常大 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 几乎是没有什么在接触茶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的孩子 你马上能够去辨别说各种的茶类 那我会区分说你不发酵茶跟全发酵茶 或者是氢发酵跟熟香型的跟氢香型的 它们有的差别在哪里 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让他们可以去明确的去区别开来 是 那这样的课程 我这老是定衡茶艺美学的课程 当然除了一些美学的成分之外 茶的知识当做一个基础 那如果把这一块学会之后 因为我知道在台湾在家庭里面 家长比如说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普遍都有饮茶习惯 那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也可以去拉近一些亲子关系 因为回到家里面就需要有共同的议题 共同话题去多讨论 对 因为有学生就会来分享 而且他们自己还会把茶 家里面的茶叶带来教室里面泡 然后大家就讨论 他家里爸爸都喝什么茶 然后他就问他爸爸说 可不可以把茶带来学校跟同学分享 爸爸是很乐意的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 平时你在家里会不会泡茶 他就说有机会他们还是 就变成是乐于参与这个家庭的 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里面的一个聚会的方式 好 请老师再回到头影片的部分 来帮我们多做一点诠释 整个两学院的课程中 其实应该是很精彩 继续来帮我们做介绍 这是有关评评的部分 然后他们在评评过程里面 他们必须自己去判别 因为还没有考试期时间 我都会跟他们讲说 这个大概是什么茶 你每一种茶你去喝 那他的差别心到底在哪里 其实为什么你这样做 其实也不是光只是为了考试 而是说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味蕾 能够去区分清楚一下那种感官 是这样 其实也是训练他们自己的感官的一个模式 像这个同学他就会开始告诉同学 这个茶他喝了以后他觉得这个茶的滋味是什么 然后会跟同学去讨论 然后会讲说他喝到的茶的滋味是什么 那寻求一下其他同学他们喝的茶又是怎么一回事 那除了就是说感官品比较一样 还是会回到说就是品品跟茶席就是小胡泡 他还是会穿插的这样子一个方式去进行 那其实会让他们比较期待的反倒是说 我们会用有点像茶会的方式来进行 让他们擦擦花 让他们的那个茶点做一点小布置 这样 然后让他们觉得很有趣 这样 是 其实还是为了吸引说他们的 提高他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兴趣 是 那这里面我就发现说 大家在参与其中感觉 除了那个专注度刚才我们提到过之外 好像大家也认认在喝 是不是也受到那个茶的色香味韵的一个影响 那刚才提到说 一开始我们的同学都习惯喝 那个能饮的 或者是说一些泡沫红茶的饮料 那当然目前我们在上课里面 透过不同的形态的一个产生 当然能饮能饮的一个好处 那热饮热饮的一些优点 那我们都会来做一些介绍 那这里面就发现说 我们就更能够去了解台湾茶的 那个美在什么地方 对 因为孩子们他会这样子 他们会想说 一来可能是方便性 所以很喜欢灌沢饮料 可是我也不会去跟他们讲说 那是不好的 因为每一种都有每一种的好处 都有它的 也许它很便利很方便 那么透过我们喝茶的方式 我们讲说 你除了多了解 我们能够多了解 在台湾的另外一个文化的区块以外 还可以跟家人多一点互动 亲子之间的互动跟交流 不会说没有话聊 至少你还有一个媒介 可以跟家里面的父母聊天 然后他们还会讲说 他们在上茶医课的时候 老师说了什么事情 然后在茶医教室里面 发生了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 其实孩子回去都是会分享的 对 那刚才照片里面 透过茶汤的一个饮用方式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用瓶剑杯的方式来冲泡 那大概是比较标准的一个冲泡方式 大概有一个SOP的概念 那我们按着来操作 另外一种就是刚才老师提到说 用茶会的形式来呈现 就是说我们来布置一个简单的茶席来呈现 那是不是老师来多帮我们聊一下说 整个布置茶席或者是说 怎么来形成一个饮茶的一个氛围 是 好 那我们到后面的部分来看 这个部分都是他们在喝茶 然后我要讲一下就是说 这个孩子他喝了茶之后 他喝了然后他就会很仔细去想想看 他到底喝了什么东西 是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后来他们也想知道说 到底夜底的呈现是什么样 那么茶席的部分呢 我会要求孩子们 就是你在设一个席的时候 要把自己的想法带进去 而不是老师说什么算 而是你希望有做一个什么样的呈现 这个呈现也许是包括说 你的希望这个氛围是什么 也许是季节的呈现 春夏秋冬四季 或者是你今天的心情是很快乐的 还是你是很郁闷的 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席上的一个呈现 然后去做一个表现 然后孩子就会 我也让他们说能够自己要能够自我表达 因为我们很习惯就是 老师说什么我听什么 然后呢问他们问题就是 咋咋咋 台下咋咋咋咋 最好老师都不要叫我 可是我是希望孩子们 我给你我丢给问题给你们 你们就能够去 没有所谓的对或是不对 因为这是想法的一个表达 你只要能够说出来都很好 所以是希望让他们能够多说 多表达他们的想法跟看法 我是用这样的方式 这样 然后这是席上的插花 那看到这个同学是说 我跟他们讲的是说 插花的时候呢 席上花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一定要用到花气 如果今天没有花气的时候 我就算我只是一个树皮 我可不可以插花 我可不可以去做一个表现 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同学很用心的在做 然后这是他们的茶点的部分 他把自己的茶点呢 稍微的做一个装饰 然后最后呢就会品茶 这是他们的作品的一个呈现 就是席上的小花 然后像他们的席上 这个用绿色 他们就想表现春天 那种很缤纷的感觉 他们说他们希望有一种 很亮丽很缤纷的感觉 所以他们把很多的花插上去 然后把很多的花做一个表现 把这个花全部插上去 让他们觉得很缤纷喔 看到这个花就觉得很有精神 这样 这是他们自己的作品的表现 这样 那也曾经 我说在这个教学过程里面 我有没有从孩子 人家说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 有没有从学生的这个想法 或者是说法里面 我自己有没有得到一些启发 有没有 我觉得有 然后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曾经就是有同学 他在插座的时候 他是用点点的火龙果下去插 像这个红色点点这个 然后在枯树上枯木上 他就把他挂满了 然后我就请他 就是表达一下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跟我说 老师我是在苹果树下 在喝茶 我就觉得 他的想法真好 他说因为我们没有 没有大的苹果树 那我就插了一个小小的苹果树 我就在这个席上 我就来喝茶 我就觉得这个想法太好了 对就是我觉得 孩子会给我们很多不同的一个激发点 是 到这边我就发现 高中端在学习才艺 其实超乎我的预期 或超出我的想象 原本比较好动的一个高中生 大概慢慢都能够静下来 那个茶戏上面 茶当里面 那反而觉得 这个透过茶艺是一个媒介 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来展现一些独立的想法 甚至于 这个过程中也是做沟通 很多很多协调 甚至于往美学方向来靠近 那美学本来就没有标准 那不晓得这一块老师 又怎么去引导他们 基本上我还是不会过于限制 他们的想法跟做法 譬如说你看像这样的东西 你要说他一定要有 所谓我们插花的阿姨 你要使客组或怎么样 没有 对于他们来讲 他认为把这样子一个枯 一个树皮把它呈现 他认为 太好了 这个叫做枯木逢春 你居然可以让在一个树皮上 就可以擦出 让它长出花来 有点生命盎然起来的那种感觉 是很好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给予他们是肯定的 因为如果我们 把自己的太多想法给孩子的时候 他们是被限制住的 他们没有办法 会有很好的法会 是 所以 就 然后像这个也是 就是让他们 我说能够自我表达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给他表达 他才能够 那个点才会 点子才会越多 你越激发他 他的那种发想就会越多 而不是去限制他 然后他就会谈一谈而谈 他就会讲说 老师我觉得 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擦这个花 然后就开始讲 然后介绍他 这个树上他怎么样表现 这也是 这个是开始讲 他是说 他的树上他的布置 他那时候就觉得 他仿如自己是走入一个森林里面 然后他在那个森林下面去品查这样的 连这样的事 我们就会有画面出来了 这样 然后很像在他自己在分享 那个故事一样还有画面 然后这个男同学也是 他就把自己擦了花 然后很高兴的他在讲说 哇他从来没有用这种 不是花械的东西 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擦过花 他说他从来都没有用这样的东西来擦花 原来他可以擦得这么好 所以他们你看他的表情 哇很开心 他可以有做这样的一个呈现 这样 然后这是 孩子们在做茶食的一个小布置 他认为说 我的茶盘已经很好看了 然后茶食看起来好像很美味 那么我再把它装饰上去一点点的小花 在这上面 他觉得这个就很美了 而且你看他的茶汤颜色 跟他的这个茶食 然后配上那么一朵 那么一个小白花跳错出来 他就觉得这样是美 所以孩子们对美的想象 其实是很大的 他可以也可以这样子 他虽然盘子全部都是白色的 然后用一个很淡的颜色去表现 但是他的西方的颜色是够艳丽的 所以他还是会跳错出来 那这个是他认为呢 这个茶汤的表现 他觉得就已经很漂亮了 所以他只要呢 在旁边放一朵小小的开花 卡斯皮亚 因为卡斯皮亚颜色跟这个西方是相称的 所以他觉得这样就很美了 这个 就是他们对于 这种茶表现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要讲说 除了 课程上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以外呢 还希望说 因为有提到说 怎么样让孩子的视野能够再 宽广一点 然后激发他们很多不同的想法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跟他们分享说 像上面这个东西 我是说这个叫做米苔木 很米苔木 然后呢 我用泡出来的茶汤呢 跟米苔木放做一个结合 我说 这样也是好像日本的那种 泡饭一样 那我们只是茶泡面 然后就跟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么他们就觉得很有趣 他们就觉得 原来茶不是只是他们认定的 它只是一个很局限的 只能够怎么样的事情 其实没有 它可以衍生出来 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这样 是 真的不简单 原本 可能 很担心说我们的年轻一代 特别是我们的高中端 高中学生 把茶当作一个古老的元素 或者是说 已经过时的一个元素 可是现在透过 能够结合当代的一些思维 来诠释这个茶 他们好像都玩得很高兴 那从中也学到很多 新的茶的知识 然后也透过一些简单的茶席 然后形成一个茶会 然后来享受它 那更重要的是 把一些美学的氛围在里面去 那美学其实也是很重要 培养一个人文素养很重要的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当代很蛮需要的部分 那透过茶的方式把它融入到里面去 那我想要请教老师说 我们在高中端在学习过程中 因为这个是一个正规的课程中 然后也是一个需要考试的 有没有哪些点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也可以提供我们未来很多老师 要参与高中端的一个茶艺教学 当作一个参考 其实我会把 我还是会讲茶与文化 因为它是怎么来 它的文化的一个发展 一个脉络到底是怎么样 它会列入在学科考试里面 那我会把譬如说 茶跟文学把它拿出来讲 茶跟书画拿出来讲 那或者是茶与花 那茶与花的课程 我们就会在就是小壶泡里面 或者是茶会的这样的进行方式 你们就会学到 那我会要求他们 你要被茶诗 对 我希望他们被茶诗 因为透过被茶诗的方式 他们会去 有那个画面就会出来的 然后慢慢的去累积 他可能被一次被不了 可能第二次考试的时候 我还是会要求 然后我每一次只会 旧的也考 然后新的我都再加一手进去 那你一个学习 我不会要求你要 背非常多的茶诗 或者你要懂说 茶有什么画可以看的 我不会要求你非常多 可是至少你要知道 它的文化的层面 它的文学的层面 到底是哪一些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 我会泡茶就好 我知道那是什么茶就好 我还要知道 它还有哪些文化 是我所想要 让孩子可以去了解 可以去知道的 这个部分 我会带进去 是 那这个我自己听起来 都觉得蛮喜欢的 比如说我们 在中学的时段 有读过很多诗 那也许可能老师挑的是 跟茶比较相关的 甚至他就是一个茶诗 那透过这个机会 我们来认识里面的一个氛围 那我知道老师也是中文 这边的一个专业 那也正在修习中文的博士班 那这里面 也许可能是因为老师 学过茶艺 花艺 相艺 然后结合上一些自己的专业 来带动这样的一个 学生思考方式 那是不是再多给我们一些经验说 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中 同学获得怎么样的一个说后 或者老师有没有产生不同的想法呢 就是说从 你要完全让他们能够自由的 很自主性的去做背诵的动作 或者是他们去看一些文化 茶文化相关的书里 那是老师说他的执行度 其实是有困难的 所以还是必须透过 我就是要验收的这样的情形 我要验收他们 他们自然就会去读嘛 然后我会跟他们讲说 我们这次呢 我希望你们去看 我会把这些资料都po出来 然后在课堂上跟他们做一个介绍 然后他们经由这样的 原来茶跟画图里面有相关的 书画里面有什么 茶室里面有什么 然后一一的去为他们做一个解释 这样就是让他们多看 对 老师这样的讲法 好像我回到我自己的学习经验里面 当然我们在学茶过程中 他并没有像 比如说我们在学物理化学 那么样的严肃 可是他必须还是有一些 必须要记下来当做一个基础的 比如说对一些茶类的认识 甚至于一些茶具的认识 甚至于一些基本的一些 茶的诗词的一些认识 那把这些记起来之后 我们才方便去学习 老师是不是有带点这样的成分在里面 对 就是我会跟他们讲说 其实不光只有泡茶 比如你可以 也许你的这个 布置这个茶席当中 比如有个同学说我要像冬天 那我就会想说 那冬天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首寒夜的歌 寒夜的这一首诗词 你可以背诵出来 他就会把诗词 融入到他的这个茶席上 这样 那从这边我像也隐约发现说 我们在高中端推茶艺的教学 跟我们在成人 特别在社会的氛围里面 我们在专注在 比如说讲究说 这个茶汤的一个冲泡 要诠释的更大位 甚至于茶具的讲究 甚至于茶知识的一个大位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在高中端这边 它可能也是一种基础训练 甚至于去当做一个 人文素养的一个训练 对 因为毕竟成人在学习茶艺部分 他是还是真的是自主的学习 跟高中我们把它列入常规的教育 还是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在茶席上的表现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个让他们 比较简洁的方式去做一个呈现 那甚至于 并不会很希望他们 我们还是会希望孩子能不能够 把平时我们在自然界里面 可以看到的东西 能够拿来运用的 那是最好的 这样 是那刚才提到 自然界的一个事物的应用 比如说花财 甚至于一些 其上的一些 算是茶具 就当做一个应用 那这个不需要讲究很名贵 其实要表导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去 那这个就是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特别是 让我们的高中端的学生 能够有自己的想法 那老师再怎么带动 让能够就地取材 甚至于从校园里面就能够取材呢 比如说我们说好我们要擦花好了 那我并没有让孩子们去 比如他不用买花 那你如果不买花的情况之下 校园里面是不是会有枯枝 他就可以来运用嘛 或者是有一些树 那个树皮 那么他有一些 校园里面的一些植物 我们就可以拿来在洗上来做一个使用 而且一来就是训练他们 可以能够多观察他们生活周遭里面的所有东西 而不是忽略他们 不是说所有的东西我都非得 因为毕竟这个年纪还轻嘛 他这个年纪我并不会建议他们说 你一定要去买很多很名贵的东西来使用 这是说他们回到家里面 你可以很看到的 你可以就地取材的来使用这些东西 这样 那这一个老师的解说里面 好像跟老师今天设的茶席 似乎有一点呼应 原本我们一直认为说 茶席其实有点门槛 因为里面的茶具种类蛮多的 甚至于现在又要讲究一些颜色搭配等等 那也许我们透过一些比较简洁 甚至于比较能够取得的方式 就能够展现出茶席 甚至于往茶会 往大家能够一起活动的方式来进行 我认为每个人对于茶席的一个设计里面 可能会每个人都其实很主观 也很不太一样 他们会加入自己的想法 那么我自己的想法 我是认为说 我能够运用最自然的东西 是我比较所喜欢的 那我如果以季节来讲 譬如说现在已经入秋了 那我今天想说既然是入秋了 那么我的这个氛围里面 我的颜色里面色彩里面 我就带入了一点秋天的感觉 所以我会把这种色彩 就把它带入到这个席上来 这样 是 那现在茶席也许不但那是高中学生 因为很多对茶想要多学习的 包括儿童的学生 包括少年的学生 包括我们现在的成年人 甚至于社会人士 都往这个地方来靠近 老师今天也借这个节目的时间 帮我们来稍微来谈一下 茶席应该注意到哪些 也许不需要很繁复的一些器具 也许能够展现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甚至于把自己的美学的部分 透过茶席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来跟大家分享 是 因为我们说 其实美的东西真的很主观 那么就我自己个人的部分 我所会把它列入我的考量的部分 就是说 我在席上 我在使用 我在行茶的时候 我的流畅坛一定要够 然后呢 我的席上的东西其实 我不多 我还是不多 那么我只要把我最想表现的 那个特色表现出来就好 我说今天要有入秋的感觉 那么我就把它颜色上 我就把它带进来有入秋的感觉 那么 譬如说 我在这个行茶的过程里面 如果我今天 我把这个东西靠得非常近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讲 我有它的危险性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让它这个 危险性是降低的 它会安全感的 那么再来就是说 这个席上的配置呢 就是会有一个重点 然后不要把它排得很满 我会把席布得很满 我希望呢 还有一些可以留白的这个部分 就好像说 我们的人呢 或者是我们的食物好 我们如果太过靠得太近的时候呢 会有没有办法呼吸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席上 我也会建议 能够让这个席 它是可以有一个流畅 它是 这个氛围它是流畅的 它是可以呼吸的 要留给它一点空间 就像我们在画画的时候 我们也很少 尤其是我们的水满 我们不会把它把它 把它画得很满 我们会把它留一点 留白处 让它有点呼吸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会更美 是 那我希望完全认同老师的一个想法 那因为今天我们还是着重在高中端的一些教学的一些经验分享 那以老师今天设的查起 虽然简洁 但是里面的精致度 里面的一些细腻度 其实都还是在的 那对一些高中的学生 在学习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还是说怎么去往这个地方 能够向老师来靠近呢 孩子们他还是会觉得说 现在孩子还是不够稳定的 所以你太过于强调说你非得怎么样 他是会抗拒的 所以我还是基本上 还是用比较引导他的方式来做 比如说我的课堂上也有男生 因为现在高中孩子每个都长得这么的高大 我都看他们 我都要抬头这样看着他们 然后有一次这个孩子的情绪不是很稳的时候 然后有出了点小错 然后我就说你像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是应该要道歉的 可是他一直跟你说我不想道歉 说为什么 他就说他认为老师 他认为所有的老师都会针对孩子们 是贴上标签的 那我就会访问他说 在你的认定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相处里面 我有曾经这样对过你吗 我不会因为孩子他当下来的脾气 一来的时候我也这样子把他反弹回去 我有一个想法 我就是 我说我们在打太极的时候 我们是柔柔的方式 那么孩子是不是 我如果用这种方式去回应他的时候 他会不会就把这种很 很标起来的那种情绪 是不是会缓和下来 所以我就慢慢的跟他讲 慢慢讲了之后 我说那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对过你 那你是不是觉得我今天这样讲 我跟你讲说你某个点上是必须修正的 你觉得这样有错吗 他就说没有 我说那我要你跟我道歉 他就说好对不起 我说那我接受了 然后我跟他说我很高兴你愿意跟我道歉 我也很乐意接受 然后我们的这种关系就化解了 是不是 哇这个好像是一个媒介 看时间也慢慢进入尾声 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些总结 就发现说透过茶医的学习 好像也真的是可以培养我们的人文素养 那慢慢从里面来恢复我们 本来就有一个自然的本性 然后来启发一些良知良能的至善 那最后请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结论 我是认为说如果可以透过呢 我们说所谓的向下扎根嘛 可以把我们希望做到 譬如说把它融入在我们的生活跟艺术呢 把它融合进去融入进去之后呢 让孩子知道说台湾的文化是什么 到底我的我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 那我到底面对的台湾文化到底是什么 茶也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那也希望说这些孩子们出去之后呢 他们因为有了这样训练之后呢 他们可以跟同才之间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那我再讲一个就是说 曾经有孩子跟我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分组 他想要自己做他可以做得很好 我说对我肯定你一定是可以做得非常好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要学习跟同同才一组里面 我们要有一个团队互助跟彼此的沟通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做最好的呈现 这个对他们来讲我认为是以后他们 踏出校园之后甚至于进入社会之后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挤霸点 是 是 谢谢老师今天很不容易就摆忙当中来分享 我们比较不容易看到的高中端 茶艺教学的一些实物经验 那我知道老师很多专长 有茶艺有花艺有香艺的专长 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教学的一些经验 比如说现在在国小也在中学任教 那当然本来的成人班这边就有在进行 那这这一些我们甚至一些比较我们就留到下一次 那我们一起会会所跟观众朋友说声再见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相会